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门谈天 今天是2021年10月7号星期四 中共军机扰台越演越烈 最近网络上对中共是否会选择在近期武力攻台很多讨论 拜登星期二在被记者问到有关台湾的问题是说 他与习近平通话时谈到过台湾问题 他们同意遵守台湾协议 拜登没有说明台湾协议指的是哪项协议 美国之音询问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安会提供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在10月3号发出的声明回应 声明指出 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严重关切 这些活动造成的动荡有误判风险 并损害区域和平及稳定 声明还说 我们将继续维持我们在三个公报 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所陈列的承诺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建入盘石 并为维护台海及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贡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杰克·沙利文和杨洁篪在瑞士见面 长达第五个小时 也达成了一项原则性协议 从会后双方各自声明来说 仍是各说各话 白宫周三的声明说 沙利文在会面期间提出了 美中有兴趣合作解决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 以及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风险 沙利文还提出了一些美国对中方行动感到关切的领域 包括人权 新疆 香港 南中国海和台湾等 对这次会晤知情人士说 在会晤中 苏利文对台湾议题态度非常坦率 他明确表示 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自卫 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 从总统级别和外交级别的对话中 美国都强烈的表达了对不改变台海现状的要求 中方的所谓同意 遵守 我们也就听听 不能当真 关键要看他们在做什么 比如中共抵制澳洲煤 但是澳洲公司说 确认澳洲煤炭已经进入中国大陆 根据货物跟踪系统 可以看到2021年7月和8月 大约有42万吨澳洲煤炭在中国卸货 这些煤炭是在2020年装传的 此外 还有5.5万吨在2021年7月卸货 这些货物是在2021年5月装传的 一些中国贸易商对路透社说 在中国港口 没有清关的澳洲煤炭大约有100万吨 其中一名北京贸易商表示 没有澳洲煤炭 中国煤炭市场的短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他对中国煤炭市场并不乐观 并预计短缺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 今年第四季度 甚至是到明年23月供暖结束时 如果是这样真的很糟糕 中国某些地区将进入寒冷的冬天模式 还得看中共在各个省市 如何分配仅有的煤炭供应 嘴上说抵制 暗地里泄货 习近平说要遵守的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历史文件了呢 日本媒体援引知情人士10月5号透露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指示中共军队增加对台湾西南地区的军事施压 习近平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 在日本最南端的冲绳西南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是为了阻止北京统一台湾 也为了阻止北京获得日本控制的间隔驻岛 大陆叫钓鱼岛 知情人士告诉共同社 在中央军委会议上 习近平说 中国应对外表现出随时准备好战斗 但实际上大陆西方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0月1号到4号 中共在4天内共派149架军机绕台 蔡英文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文称 即使中共军机天天绕台 我们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不变 即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 但也不会冒险 而在台湾局势日渐升温之际 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阿伯特 和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 也率团访问台湾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我个人也一直有个疑问 中共明知道现在答不起来 顶多是文攻武嚇继续 派这么多军机出来 一架飞机起飞可是烧钱的买卖 到底得花多少冤枉钱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所长苏紫云 粗略估计 149架军机 城上平均一架次携带油量 总计约为745吨燃油 等于74.5万升燃油 以每升燃油约可产生2.6到3度电换算 再根据家庭用电 每户每天基本约为4度 也就是中国三口之家 每天的平均用电 4度多一点 这也是中国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大概平均数 74.5万升燃油 约可发出223万度电力 约可提供55万8750户一天的基本用电 这可是很惊人的数字 如果放到不发达地区 可承担的家庭用电就更多了 看到这里 中国20个不定时无计划 不通知拉闸限电的省份的朋友们 晚上要点蜡烛读书学习的小孩子们 可能对军机扰台有了新的理解 谁动了你们的电 苏紫云说 按照美国国防部资料 F-16飞一小时大约8800美元 俄国苏-30飞一小时约2万美元估计 除了油料 若加上人员薪资 飞机损耗零件维修等 149架次扰台 大约耗费1亿美金左右支出 听到这里 那些被恒大爆雷 和每月收入不足1000块人民币的朋友们 也对军机扰台有了些许的意见了吧 这些资源和钱 只在天边写了四个大字 强国威武 一阵清风吹过 字就不见了 在中国纳税人是个 针对百姓交钱承担义务的词 有多少人去真正问过 我们纳税人的钱 被用在什么地方了 问也问不着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提问题的人被喝茶的时候 这个费用一定是纳税人的钱的去除 10月6号 党媒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文 云南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几个月前 云南西窗版纳一群野巷的迁徙 进行煽情报道 说是响应习近平的号召 保护野生动物 云南省林业河草原局动职务处处长 向如武介绍 为了帮助北夷亚洲象群 全部安全跨过原江南返 云南省供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 无人机973架次 布控应急车辆1.5万多台次 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 投放巷石180吨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 城堡公司受理亚洲象肇事损失申报案件 1501件 评估定损512.52万元 据中共官媒此前报道 云南省有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88个贫困线 27个深度贫困线 2012年全省贫困人口超过880万人 从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 为了面子工程或者政绩 中共官员无所不用其极 而真正关乎中国人福祉和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呢 能混就混 能瞒就瞒 对台湾的文公武贺是面子 习近平想谋求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三连任 江泽民和曾庆红一派就想把他拉下来 习近平也挺可悲 杀人这么久 政法系统的权力始终都没能抢过来 一边害怕被人暗算 一边担心大选不稳 一边害怕中国人民组织起来 他看到中共这个党的形式 可以被利用来保住它的位置 就放弃了本来可以带中国 走向完全不同的没有中共的道路 用另外一种形式 彻底清掉江曾一派的毒 那就是一个不同的中国了 习近平想保住党的这个壳 然后他模仿毛泽东 利用党系统的手段 搞个人崇拜 用狂热和恐惧集权 希望能抵挡江曾一派对他的攻击 保住自己的位置 中国人被他摆在何处呢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 也只是个口号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在经历了种种痛苦的经历后 也慢慢看清了中共画的大饼 武统台湾现在变成了 对人民煽动热情 拉拢人心 在党内争取同盟 对外让民主国家 不敢轻举妄动的一个好用的手段了 天天吓唬你 让你看不清我的底牌 代价就是无穷的被浪费的人油和钱 现在中国官媒又拿出一个 所谓台湾女孩 说看了长津湖电影时候很激动 说要统一台湾就好了 也许中共认为 2019年在政协会议上安排的 那个57岁的台湾女孩 太没有说服力 这次又找了一个 我相信在台湾有看不清形势的台湾人 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 但是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明白真相的中国人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大同的 有人的地方就是错综复杂 什么想法的都有 我向来主张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不看个体 要看动态趋势 看驱动的内因和外因 无论习近平的本来的意愿是什么 他在几年之内 把中国人和香港人越推越远 把台湾越推越远 把世界越推越远 可惜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受罪的是中国人居多 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居多 由于游戏电视剧里只有五个游戏 在中国版游戏 反反复复 受害者也只会越来越多 今天讲了中国和台湾 大家都来留言说说 大陆人和台湾人 对台海形势的估计吧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 多多留言 订阅小木谈的YouTube频道 也欢迎去视频说明栏 加入小木SafeChat频道和电报公告群 不要错过小木的视频通知和日常动态更新 也非常感谢一直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再见